大家好,我是家,本期要介紹的是七大暗影刺客的排行 加暗影刺客首領的身份 在開始介紹前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支持一下我吧 第七名曼珠沙華 他是組織裡唯一的女刺客 有漂浮瞬間移動的能力 武器是彼岸花,吃中別人會導致他人脫水死亡 一開始看到他會覺得他超強 神出鬼魔暗器又很厲害 但後來想一想又覺得還好 因為這種暗器型刺客 通常正面戰鬥不強 然後就更不用說防禦的部分 最後一個關鍵的細節在於他的個性 他崇拜那些比他還要強的人 有R7、金鳳 而他說對他最好的則是黑鳥 所以照理來說黑鳥沒比他強 是不可能得到他的喜歡 第六名黑鳥 我知道很多人會覺得黑鳥應該排在最後 在我自己思考以前也這麼覺得 但我研究了之後我甚至覺得他能排在第五 他作為曾經的飛鳥門掌門 雖然黑鳥打輸白鳥 但光是這點他的能力就不至於太弱 他的武器是黑龍鞭 他跟13對打就是用黑龍鞭把13的脖子捆住 在他們對打時 黑鳥明明有機會去擊中13的要害 但他偏偏喜歡折磨對手 不然這行戰鬥根本不會拖到這麼後面 既然有這個喜好 那他基本上很少打輸 對自己很有自信 面對13花俏的攻勢 他也非常淡定 更加說明他的實力 重點是在黑龍鞭被奪走之後 他從肚子裡射出千百個不知道是真還是現的東西 看他這麼輕鬆的死出來 應該也是他常規的作戰方式 所以他的實力一定不只是這樣 現在能夠做到的猜測大概就是這句 而這個詛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認為這個詛咒會直接影響實力排行本身 R7的詛咒大概跟神斷國的千零二零有關 我猜甚至是存在於R7的體內 所以這個排行也算是暫定 拉回來黑鳥本身 他蒙著眼睛大家都不覺得奇怪嗎? 會不會是他受傷或是其他原因? 而不只是造型而已 最後黑鳥被13加上R7的魔刀千人傷到 欸各位 黑鳥只是被傷到不是被擊敗 但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黑鳥最弱 因為他被描述為第三期的BOSS 後來被誤會跟13打得游刃有餘 卻只會導致觀眾的感官降低 這也是為什麼我講這麼多的原因 因為這個排名似乎會有點正義 反正我覺得他有那個實力啦 第五名 石門 大家看到前面的分析應該會知道這個排行不會單看戰鬥輸贏 也會把戰鬥細節跟對話作為排行的參考依據 把他排在第五名的原因在於黑鳥出場時 他為了想插走這個戰鬥 跟石門說 我只要他痛苦的死在我手上 賞金歸你 不惜把龐大的利益給予其他人 表示石門的戰鬥力應該在黑鳥之上 第四名 赤牙 相信大家也都蠻了解赤牙的 排在第四名當然是他的換血能力 對手越強吸到對方的血就能越強 如果不是白臉大法的封印 搞不好赤牙的排名還能夠再更高 然後我之前看到一則留言很好笑 他說赤牙要是沒有被封印 那他早就殺了R7 然後就有人回 要不是R7被封號 那赤牙早就死了 R7派 赤牙派 你是哪一派底下留言 第三名 腰生 雖然目前只知道藥生出現在大電影上 沒什麼資訊 不過以他肆虐小七島的樣子 還有他以氣作為武器 那些強盜爆的刺客 他們的武器不再只是刀劍 而是最重要的氣 其實大概就能知道他有第三第四的實力了 再加上之前邪虐R7的那個無言法師 由於他們的外型有點相似 還不確定他們有什麼關係 如果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他真的能夠穩坐第三 第二名 青鳳 青鳳天賦只差R7一點 從兩戰戰鬥來看 都可以清楚知道青鳳的實力是在刺牙之上 除了戰鬥能力強也很有智慧 利用R7來製造玄武國之亂 然後以一擊之力單挑暗影刺客首領 我是覺得以青鳳的智商 他不會讓自己陷入困境之中 從他加入暗影刺客這麼久的時間 就可以知道他是在觀察首領的實力 臣服等等 雖然我覺得他應該打不贏首領 但我覺得戰鬥肯定精彩 肯定不會輸太多 第一名 七 五六七 老實說我們根本還不了解R7的實力 我們頂多知道R7是天下第一刺客 身手在刺牙青鳳之上 也擁有最強的武器 魔刀千刃 再加上我的猜測 他身上存在著千年惡靈 先不說R7有多神秘 我們回歸到R7身上 在黑白雙龍這部前傳漫畫裡 有個同仁小說 內容是R7與R7有一場重要的對話 在那場對話之中 R7感受到了現在的R7 才是真正的強者 日後也只會越來越強 雖然那只是同仁小說 但作者把這篇小說放上來 可能真的會讓R7成長到比以前還要更強的存在 然後接下來就是暗影刺客首領身份的猜測 他就是25年前那個代號3的暗影刺客 就是暗影刺客首領本人 他們擁有一樣的法色 也同為暗影刺客 經過那麼多年 坐上暗影刺客首領的位置 其實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所以下一期我會介紹刺客567的前傳漫畫 黑白雙龍 那本期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並追蹤我的IG頻道喔